大家好,我是王炳分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活不说废话 这节呢我们还是来看这个案例的分析 我们上节课讲了它在基础大运的情况 这节课呢我们讲讲它在这个耿银大运 是21年到30年是走耿银大运的 这部大运总体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来说甲木见银木为路神 就是它明显的就升旺了 然后呢炳火见到这个甲木 见到这个银木就是掌声 然后呢地支呢同时还有银五徐三合局 合局之物时尚变旺了 那么在地支的来说就是山关旺 在天干的来说就是师神比较旺 师神一旺就可以升这个财星 然后呢地支有路为根 它就能够单踩 总体来说它就利于事业的发展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年份 比如说这个萧神一旺 它就会压制它 虽然师神很旺了 但是它毕竟还有压制你的力量 所以是萧神旺 师神受制的年份 它的事业上还是不顺 还是容易有起伏 还是容易有这种 做事虎头设备的现象 比如说在新丑年 新丑年的话 这里有个心经透出来 大运有个梗经 这个本身就是官杀混杂 那么官杀混杂情况下 我们一般来说 而且园局财也比较旺 财也比较旺 也会生这个官杀 官杀混杂 它就会克它 我们虽然说有这个师神 师神会克这个梗经 但是心经来了之后 它首先会比较为丙心合 那么丙心合之后 就导致这个师神 它就不能够克这个梗经七杀 同时地支呢 是由丑须相形的 丑须相形之后 这个土是越行越旺的 就是财的力量就比较大 财心力量大 那么可以认为是负担的比较重 所以说呢 民族就反馈 2021年就各方面都别的迷茫 工作也不太顺利 压力比较大 当然这种迷茫不顺 除了它援局 自己的八字的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整个的疫情 导致经济形势的因素 毕竟民主是做客户 客户关系的 比如说在银行里面 是做业务的 那么现在来说 大家都不大想去做这种理财 所以民主的运势 肯定这是有影响的 这是2021年的情况 那么到了22年 就是人一年 人一年的时候 首先来说 这个人水 人水就被引动了 它就被浮衍了一下 它浮衍了之下 它就一定会克这个冰火 它就会消声多时 那么它的问题还在于什么呢 地支呢 还有银五序三河 这个银目 跟这个大运的银目 跟这个乌火 跟这个虚土 首先来说 它是三河火的 时尚就很旺 时尚很旺呢 它就表现为天干的这个尸神 它就有野心 有雄心壮志 想去做些事情 但是人水 它就会克这个冰火 克这个冰火呢 它就有压力 容易去坏台不育 当然人一年本身来说 还是人水去生 这个银目的 所以说人水 它并不是很旺 但是呢 我们也要明白 这个人水是坐在神经上的 当银目去冲神经的时候 那么神经就会冻 神经冻的话 它也会去生这个人水 另外特别是在水旺的时候 它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比如说在仁一年的冬天的仁子月 仁子月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会发现 首先地支是有子五充的 伤官被冲了 伤官被冲可以代表伤灾 是吧 而且呢 那子五充它也会同时导致银身充 就是流年的这个银身充 它会一起引动它 银身引动它之后呢 那么天根上又是人水 又去克这个冰火 又是一个销声多时的象 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伤灾啊 比如说磕碰啊 特别是车祸的象 因为银身充本身是一马充 这代表它会去开车 然后子五充代表内心 就是有暴躁 不稳定的情绪 天干销声多时之后 这个尸身一段被制 它就容易判断失误啊 开车的过程当中 容易出现差错啊 导致碰车啊 刮痛等等事情发生 好了 这节课关于它的一个流年大运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